自身媒体人周玉寇自爆 台北市卫生局安排了医师 亲自到他的家中 一对一帮他做PCR裁剪 引发外界质疑是否有特权 而周玉寇喊冤说 他本来要搭防疫计程车的 但是因为人手不够 只好自行联络了万方的医院的医师 而到宅来裁剪 这样的说法让网友都炸锅 抨起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买不到白饭只好吃鱼翅吗 问题是周玉寇享受的特权 到底是谁给他的呢 台北市卫生局说 因为考量到防疫计程车不足 才免与同意 那陈时中说 有汉虚管交代 这个案件有厘清的必要 那换言之就是中央地方 其实对于他请了医师到家里做PCR 似乎都是知情 而且还默许的咯 李文 我这是非常的感慨 台湾的社会呢 现在真的是妖气冲天 妖孽横行 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很正面的 他是因为对社会的奉献 或他因为很弱势 或者是说他因为高度的专业跟德性 所以得到特殊的礼遇跟待遇都不是 而是因为有人敢帮你为事 有人敢帮你把黑的说成白的 有人敢帮你的政敌 修理你的政敌 或修理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 所以呢 他就可以变成是 我们防疫太上皇的座上兵 然后可以享尽所有的特权 这不叫做妖气冲天吗 我们来看一下 明嘴周玉寇自爆 万方医院嘉医科主任医师 专程道府帮他一对一做PCR 周玉寇扯说是没有防疫计程车 卫生局和疾管署裁准医师 直接到他家PCR 网友听了这里狂轰 就是买不到白饭 我只好吃鱼翅的概念吗 周小姐真是客气呀 委屈您了 来人也叫个一打医师来我家吧 但周玉寇的极夸张特权 到底是谁给的 换句话说 从中央疾管署到台北市卫生局 竟然都默认 让周玉寇刷特权这样做 连周玉寇这样做 到底有没有违法 陈时中都不敢讲 网友炮轰政府到底有什么脸甩锅 怎么对得起百姓 诸权横言很酸 世界上最恶心的特权 就是自以为不是特权的特权 只要你颜色对了 只要你常常的替政府擦脂抹粉 做什么事情 政府都是真一致也闭一致也 台湾的民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堕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医师道府帮周玉寇PCR 那请问他是卧病在床不能动吗 还是失智吗 看起来都不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权呢 虽然他的年纪也很高了 算是高龄 但也不够高龄到说 要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待遇吧 那家中有八九十岁的老人 似乎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啊 好 周玉寇就说了 你们误会我了 我本来是要乖乖的搭防疫计程车的 可是因为人手不够啊 他叫不到防疫计程车 所以他才自行的联系了 万方医院的医师道宅裁检 哇塞 他真的是 你自行联络万方医院的医师 万方医院的医师 就这么乖乖的道宅裁检啊 我们有几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在想到那过世的两岁小孩童 打了几通电话都没有见到救护车 真的是天壤之别啊 朱学恒说 防疫计程车不够 那难道嘉义科的主任就很够吗 这是哪一种外星逻辑 世界上最恶心的特权 就是自以为不是特权的特权 他没有自以为不是 他享受得非常爽 然后他还要 然后他还要来 我们这些没有特权的人 说你们这些笨蛋 我没有想特权 你们拿我没办法啊 好 网友就说 就是买不到白饭 所以你就只好吃鱼翅咯 周小姐客气啦 委屈啦 来人啊 叫一打一失来我家 什么才叫一个 太小看我了吧 周玉寇还说 我可以自己做 我可以做140下福地挺身 他自铺这个是要干嘛 就是说意思说他没有失智 也没有卧病在床嘛 还是说网友说 哦 那你可以去叫招了 像这么难得的人才 应该站到第一线去杀敌啊 他比20岁的年轻人还厉害啊 好 那么到底是谁给了周小姐 这样子的一个大大的特权呢 好 那大家就质问台北市政府啦 你台北市政府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给周玉寇这样的特权呢 台北市政府就说 啊 冤枉啊 不是我 是集管署 还有更大的中央压下来的 而且呢 因为周玉寇他都已经联络好了 所以我只好免与同意啊 好 那么呢 陈时中就说 我有 他也承认啦 陈时中也承认了啦 他有交代 哦 有没有交代差很多啦 至于交代 当然不用交代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下面的人 还不知道好好地把娘娘 不是 把他伺候好吗 难道还要我陈时中 一步一步教你们吗 所以呢 我有交代 可是呢 要进一步厘清 接下来怎么做 那是地方卫生局他们自己的事情啊 我只是交代而已啊 好 那地方卫生局这样子处理 那是地方卫生局的事啊 哇塞 他可是推得真干净啊 但是如果没有你的交代 怎么可能会有后面这一连串的特权呢 好 网友就说了 为了周玉寇去特地的关切 但绝对没有下令 他只是交代 没有下令 好 翻译就是 真是无价至宝啊 掌中明珠啊 要好好地特别对待啊 这简直是中华民国的国宝嘛 除了总统本人之外 我也看不到有第二个人 有这样的特权啊 那长官说有厘清的必要 要怎么做 你们自己想办法 所以下面人做不好 下面人出事 下面人扛 我也只不过是交代而已啊 那么呢 大家就说那是不是违法呢 陈时中说 哦 我不清楚 我要请法治主研究啊 只要遇到周玉寇呢 他就不清楚了 他就非常的温柔了 那万一是蓝营执政的现世呢 他就换了一张嘴脸啊 但是呢法治主已经四次研议这位周小姐了 因为呢 他在去年一月的时候 就在他的广播节目 爆料疫调的资料 别人爆料就要被抓 被这个告 他爆料呢就没关系 去年一月还在爆料 布陶医师确诊 又是他 好 第三次研议 就是他在脸书的时候 又抢先发布了确诊 说你不要怀疑 三次爆料都是正确的 没有报错啦 人家的消息的来源 非常权威啊 好 法治主前面三次研议 都没有下文啊 因为看到周玉寇后面 陈时中对他关爱的眼神 怎么敢有下文呢 我想陈时中应该不用交代 但法治主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好 被问到说 为什么周玉寇不遵照 卫生局的安排裁剪 自己找医师到府裁剪 这样是不是违法呢 陈时中说他不清楚 要找法治组来研议一下 好 问题是先前呢 你看这么多次 已经是先前有三次 这次是第四次 要请法治组来研议了 最后会不会结果 又是石沉大海呢 面对民众对于 特权PCR的反弹 陈时中一句交法治组 研议可以消灭民怨吗 还是说他觉得说 周玉寇的做法 根本就没有争议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署长 所以你看对比官员火速处理 周玉寇的PCR争议 可是现在国内的快筛试剂短缺 好像就没有像这样的效率 像是您说要捐赠一千万的筛剂 结果到现在完全没进度 可是一般老百姓买不到快筛 又没有特权可以叫医师 叫医护到宅去帮他PCR 或是帮他来做快筛裁剪 难道面对这样的情况 陈时中不应该先审批 您要捐赠的这一批快筛试剂吗 我觉得我应该来支持陈时中 帮他一个忙 这个除了我们寇寇姐 反正到时候一定是不了了之 我是陈时中的话 就赶快叫这几个医师 到这些不能够下楼梯的 自己一个人的这些老人家 我们这些医师通通到他们家去 不但是要做PCR也好 或者是先给他们预防接种药 因为我们那些老人家 很多都没有接种的 这样你看看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的卫生局 我们的科市长 你看看 爱民如此 这样就可以把他平衡过来 这才是 这我教他一招 我们这个陈时中老弟 要听听杨前辈的指教 你还有举个例子 反正东西只要遇到绿的 就会转弯 事情就会慢慢来 你看那个卡神杨慧如搞了多久 还不是高高举取 轻轻放下 反正很多人都忘了 就没事了 还有那个烈雷剑的 那个跑掉的 那个谁啊 也不是弄了很久吗 那个人都跑掉了 对不对 就没事了 反正那个跟 以前的高雄市长陈菊 好像关系很好 就没事了 因为老百姓很容易忘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是很支持陈时中 我真的是希望他能够身兼疫情指挥中心的召集人 指挥官 同时选台北市长 那我们大家来考验一下到底台北市市民脑筋比较清楚呢 大家都接受这个大外宣呢 还是这个他真的是旷世奇才 带直参选这个我是非常支持他 然后考验台北市民的脑筋清不清楚 这是最好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这个买这个快筛系啊 很有意思 他给我们个回文 我这个文啊 已经给了这个我们郑立伟 郑立伟立伟 他说是中国 我学了很多 是中国进来的 要先送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不是送这个食药署 卫福部 先送到经济部去 我第一次学到了 说凡是这些义材用品 这个是要是中国制裁 要先送到这个经济部去 这个学习了学习了 先送到经济部去 我不知道这跟经济部有什么关系 反正他规定就是这样 那我们只好照规定办理 我也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进来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早一点 有充分的又价格低年的 合宜的这个筛记 派筛记 好 署长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都已经有周遇寇的潜力 不如再找几个 这个在家里面的居家照护的 派几个医师去看看他们 哇 那不是很温馨吗 好了 不过来看到这个华市 最近还是接连的出包 而且呢 还有立委发现说 华市的代总经理陈雅玲 竟然是利用了乔委会的预算标案出访 全程坐商务舱 甚至还像网红一样 吃大餐还剖照片 华市活在平行时空 跑马错误快讯 还将苏政商头衔物质为总统 接连出包 连道歉启示都写错字 蓝委根爆料 华市代理总经理陈雅玲 利用乔委会一千两百万元 标案出访 不仅全程坐商务舱 还像网红一样吃大餐 剖照炫耀 再把采访内容包装成独家 你出差的钱是来自于华市 还是来自于乔委会的这一千两百万 我们华市有编列预算 华市一再出包 内控失灵 连绿营自家立委都看不下去 堪称是公广集团近年来 低级错误的最佳代表座 第一次出错是悲剧 第二次是闹剧 那第三次第四次是什么 是连续剧吗 这个不是一个董事长 总经理请时就可以解决的 绿媒推派的部分区立委 林楚英在脸书开炮 怒轰华市认真的连媒体人的 基本荣誉感都没有了吗 无法停止犯下低级错误的人 请你离开新闻圈 连书上说的义正词言 但林楚英直询时却是这么说 其实陈代总经理 雅玲姐 其实我比较这样习惯称呼你 我有狂声 绿营也明知华市犯大错 但一位包庇 标准和对其他台大不同 好 看到这个陈代总经理 到了立法院去背询 不过呢 我们的文化部长李永德 是相当的回护 好 面对这个在野党的 这个立委追问之一 说为什么出包部能够及时更正呢 他是激动回呛说立委断章取义 还说只要跟政府有关的事 到立法院来都变成是灾难 那么面对有人质疑说 华市的董事会改组难产 才导致管理失控 可是李永德竟然回答说 是在野党阻挡改组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是不是这个 华市是不是现在好像 真的是因为有政府撑腰吗 这个真的能够 是不是再次又一次轻轻放下呢 我们看这一处闹剧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派系的背景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们张牙舞爪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李永德根本不懂新闻的人 很多人说他不是报社记者出身 因为当年我们的环境 台湾的记者不能去大陆 那他在智力晚报 他们从日本这样子 就欺骗了政府就进去了 所以就变成 哇 我就变全世界阳明 哇 不得了 台湾记者都进入大陆采访 他有采访出什么吗 没有 毫无采访能力的一个记者 只是借着那个漏洞 那后来 后来他好像在立营里面就很了不起 阿扁时代他也当过新闻局长 一个不懂新闻的人当新闻局长 非常荒谬 但是我们看 一路被栽培 栽培他最厉害是谁 是陈吉 新潮流 找他当副市长 然后就一路栽培 克伟委会 然后现在就文化部长 他懂什么文化 所以你想想这些人的背景都真好笑 那我们看华氏 华氏的疲漏更是莫名其妙 前面的总经理叫庄峰佳 他也是有他背景 可是 因为他得罪了柯建明 那你在立法院得罪柯建明 你就不用干了嘛 对不对 连柯建明都觉得他应该被换 因为你态度那么嚣张 可是他走了以后 他的特助 在代理总经理陈雅玲的安排之下 他的特助 庄峰佳的特助还可以当一级主管 这是大家来分嘛 所以这个概念看了 你就很觉得说 哇 原来是这样干的 那陈雅玲呢 陈雅玲大家也很清楚 我不会叫他雅玲姐 我年纪比他大 但是你看他有什么表现 没有嘛 我觉得他就是想方设法 我就是讨好所有 我们得知道他的背景出身 他过去跟我们是在同一个电视台 后来就辗转到立营的 那他的背景就是说 那我到华市以后 用过去的关系 取得了好多的预算 然后自己去做采访 那如同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在那边装作好像自己很悠闲了 很厉害的记者 没有 那这些东西弄出来以后 你才发现 哇 原来华市是这么大的坑 曾经有一个文化部长 有一天打电话给我 跟我讲说 董哥 你对新闻很了解 你在报社当记者这么久 在电视台组织过节目 在电台又那个 你要是有经过 我们文化部来看我一下 我有天期末 刚好经过想 对哦 我就去看他 他说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很迫切 公广跟华市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说很简单啊 他说怎么简单 我说通通解散就没事了 你养那一堆人干嘛 国家的钱 对啊 国家的钱 养这些每天用一个什么 公共电视在骗人 骗谁啊 我说一看就知道 这是在养派系 包括马航九时代 都在养民进党的派系 这这么清楚 怎么会没有人看得出来 那当然因为 我们也知道 民进党做非常多的杯葛 所以你看到李永德 现在讲的这个话是 盗国为因啊 从头到尾 民进党根本就不想让他结束 在马航九时代就杯葛 杯葛因为他 我整个公司可以养一堆人 陈毅秀 谁敢动他 苏贞昌 苏贞昌今天有行政院长干 是什么 是因为陈毅秀的老公快死了 癌症莫提去帮他下跪 才让他干台北县长 那一次 苏贞昌已经快输了 如果没有那一跪 苏贞昌现在 我不敢讲了 可能在屏东卖鞭囊 他有什么本事 他现在敢恩图报 陈毅秀已经干了六年 意在言认 没有这种道理 我跟你讲 那就是一个强坑 在养民进党的派系 不要再养了 我拜托大家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拜托大家